好 這個影片來講這個如何發佈部署到我們IS上面 好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今天我們網站已經寫完了 那寫完之後我們當然要把這個網站放到我們伺服器上面 然後讓這一個各地的使用者可以透過網際網路來瀏覽我們的網站 那所以說今天就是要來做這件事情 那首先我們這邊專案寫好了之後 你可以在我們的專案的位置按下右鍵之後選擇發佈 那發佈的話我們今天先教最基本的就是發佈到這個資料夾 那這些其他的我們以後有機會再教 那我們選擇資料夾之後 他就會將我們的這個寫的這個專案程式裡面的程式 做一個打包之後輸出到這個資料夾上面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選擇一個我剛建好的一個新增資料夾 然後將我們檔案打包輸出到這個位置 好設定好之後就可以按關閉 那這邊有些小設定我們可以再到這個位置去做更改 那譬如說主態還有你的目標框架等等 那通常我會改的是這個地方就是因為我們已經很明確知道說 我們放在哪一個架構的這個server上面 所以我這邊知道說我要放在X64window的上面 我就可以選這個 那他就可以少打包很多東西 那檔案發佈選項我們應該會選擇發佈前刪除現有檔案 那為什麼要選這個呢 就是我們上一次發佈到這個資料夾嗎 那我們下一次要再發佈的時候 當然就是把上一次的清掉 所以這個會把它勾起來 好那這個的話我們暫時先不用改 那這邊的話也不用改 我們就先做一個儲存的基本教學 那接著的話我們就按下發佈 他就會開始去做一個打包的動作 好那這樣子的話 沒有問題就是打包完了 我們就可以到我們的這一個新增資料夾下面就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打包好的檔案 那檔案打包好了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這些檔案 很簡單的就是複製到我們伺服器上面某一個位置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在這一個C底下 打串個KCG的資料夾 接著我們就將打包好的檔案 直接用個複製把它貼到這裡 好貼上去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啟IS 然後在站台的這個地方新增一個網站 那我們網站名稱就打KCG好了 那路徑的位置 我們就指向我們剛剛建立好的這個 KCG的這個資料夾 好那類型的話 通常我們都是HTTPS 但是因為今天我沒有去申請 我這個教學的這個網站的這個憑證 好所以我這邊就用HTTP來做一個示範 那這邊我們就9901好了 好那設定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確定 他確定好了之後 我們站台就被建立起來了 我們就用這個內建的方式 去瀏覽看看我們網頁有沒有正常的運作 按下去好這個時候就發現 好像有一些錯誤 為什麼呢 好因為我們的IS預設上面是沒有我們 Netcode的相關的模組 所以是沒有辦法運行起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去下載我們相關的模組 那這邊的話我們通常可以直接google google什麼呢 我們今天這個系列在這個時間點 Netcode是出到Net8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Net8的框架 然後我們就可以Net8 然後sdk download去搜尋一下 那通常應該會在第一個或者是第二個 我們先點第一個進去看一下 好那應該就是第一個的這一個畫面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看到 我們是要選擇這個one time的這一個 然後這邊有好多東西要下載哪一個呢 我們就下載這一個host的這一個 然後看好是8.0版的 那這個代數它會有很多點17161514 那如果沒有什麼特殊的問題 基本上我們就是下載最新的 然後就按這一個去做一個下載 好那下載之後 我們就很簡單的點兩下 把它給安裝起來 好那就它就開始安裝 我們相關模組到我們的IS上面 好那安裝成功之後 基本上我們IS就有這個Net8的這個 相關模組 那未來你可能隨著版本更新 會有Net9或Net10 那如果你用Net10去做開發的話 到時候你就是去下載Net10的 這個one time 去做這個安裝就可以運作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 剛剛還不能運作的網頁 在重新整理之後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一系列 寫的這個凱哥寫程式的這個 示範網站就運作起來了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是不是能夠正常的運作 我們之前寫的這些功能 123456好那成功登錄了 代表說登錄這段程式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刪除真的刪除了 新增新增上去了 然後news2上傳圖片 有沒有看到圖片都上來了 代表說我們寫的這個程式 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最後來看一下全線的部分 好那現在可以讀取了 那我們登出之後 再去讀這個網址 被踢回這一個首頁 代表說基本上 我們這一個系列 交的所有程式 放上了server 都可以正常的運作 代表說我們這一次的 這個發布跟這個部署 然後最後建置在iOS上面 確實是可以正常的去運作 那其實微軟的這一些相關的產品整合 都把它整合的非常簡單 所以我們很輕鬆的 就可以完成我們的 這個網站的架設部署 好那最後來講講 這個系列的完結語 那很高興各位看完了這個系列 相信大家對 HPnet Core MVC 已經有一定程度的這個概念 那現在來用這個 HPnet Core MVC 來寫一些一般性的網站 對你來說 應該已經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就算遇到一些問題 相信你也有能力去Google找出答案 更別說 其實今天AI非常方便 你只要有了這個系列基礎的概念 問出來的問題品質 AI基本上都聽得懂能夠回答你 那我來說說 我這系列完結後的發展 那如果你之後 有發現任何還蠻基礎的東西 但是我這個系列卻沒有交到 那歡迎在這一篇下面去留言 我看到之後就會補充進去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較進階 或者是食物的應用 一樣可以在底下去做留言 但因為比較吃這個情境 而且是非常個案的 所以我會試這個情況 補充在這一個實戰應用 或者是其他章節 那目前的HPnet Core 已經發展到了版本吧 理論上寫法已經不太會有大的改變 那後續的版本 應該都會是架構或者效能 還有功能的持續優化 但如果今天真的未來的版本 有一些破壞性的更新 那什麼是破壞性的更新呢 就是相同的功能 但是寫法整個完全做一個改變 叫做破壞性更新 那如果真的發生了 不用擔心 我也會在第一時間 把原來的寫法改成新的寫法 然後放上新的影片 那來談談接下來的這一個頻道發展 那我會再把我一開始交的這一個系列 也就是HPnet Core Web API的系列 再重新改錄一次 那其實我這個系列前幾部的影片 也是有重新製作的 那我重新製作的重點在於 有上字幕外加影片 還有做這個剪輯處理 那剪輯處理就是剪掉多餘的停頓 跟思考時間或者是最遲 還有一些不必要的話 因為有時候會不小心扯太多 那我都會剪掉 只保留需要學習的地方 還有就是 其實我一開始的這一個 麥克風的品質不是很好 那之後我換的這個麥克風比較貴 所以收音品質就更好 那相信應該是蠻多人都聽得出來的 效果是蠻明顯的 那總之重新錄製的影片 整體會更優質 那觀看影片會更好 那其實我這個頻道 最早也是開著好玩的 就是把自己學習的心得分享出來 那有些也是隨便錄的 後來發現有不少人在看 才開始震驚的 規劃這系列的課程 那我個人也是一個 喜歡追求完善的人 那不敢說是完美 但是就是會想把事情做得更好 即使沒有特別的利益 所以這系列才會越做越精緻 那目前最後的定調的標準 就是以這一個HBnet Code MVC這個系列的標準去做 那所以早期的Web API系列 我也會開始以這個標準重錄 但不過這個系列只是實現一個成就感 而且都免費 我是沒有靠這個賺到什麼錢 那這個頻道YT的收益 大概連我一個月的飲料錢也付不起 所以當我如果哪天Web API的系列重錄結束之後 這個頻道應該就不太會有新的系列影片更新 但是放心 剛剛說的留言或者是破壞性更新 我有空看到還是會更新這個影片 只是不會有新的系列影片出現 那至於之後要做什麼 其實我已經有目標改做其他的這個主題YT了 因為也更多人看 而且做起來當然就更有成就感 那YT的收益其實也遠超這個頻道的收益 那畢竟這個寫程式的圈子實在太小眾了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也不打算錄更進階的這一個教學影片 那因為一定又更更更小眾了 不過如果以後哪一天出現了一個這個跨時代的架構 那因為我個人是很喜歡去用新的技術去寫不同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再重出江湖 錄製這一個跨時代的這個技術教學 那什麼是跨時代的技術呢 比如說現在的這個前端框架三巨頭 Angular React跟View的這種技術框架 以前沒有 但是後續冒出來的這種突破性框架的技術 或者是Net framework時代改成這個Netcode 這列有突破性的技術性發展的架構 我才會重新學習使用 那如果只是曇花一現的技術架構 我就不會多花時間去用 那當然就不會有這一個教學影片 畢竟技術那麼多 你不可能學完 你不可能每個都要學 當然是挑比較有價值的去學去使用 好 但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其實我目前教的這個三個系列的教學 應該未來是還可以再占20年占到 我退休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畢竟20年前的webphone 現在都還有人在拿他的這個 來開發這個新的專案 尤其是我們高雄市很多政府系統 都還在用這個20年前的webphone來開發新的 不是舊的 不是在維護 是開發新的專案 好 那所以說今天的這個發布及部署的教學 還有這一個系列王爵宇就到這邊 那我們有緣再見 拜拜